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在央视纪录片《射箭上的中国》中 一段六分钟描述云南 诺顿火腿的影片让诺顿火腿瞬间名声大噪 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吃法 听见中间骨头的肉是最好的 三年以上的诺顿火腿可以生吃 莴笋炒火腿 选肥瘦均匀的火腿和新鲜的莴笋铜炒 放入大蒜调味 荤素搭配是诺顿当地的家常菜 诺顿的天然盐井造就了诺顿火腿所独具的美味 这个古村落在汉唐至元代年间 靠着天赐的盐井成为了电锡商贸重镇 到了明代 这里年产食盐达百万斤 每年可向朝廷上缴盐税达三千八百多两盐字 这边叫做炉水井 这边叫荡水井 荡水井是有六架梯子 每天就要有六个工人把这些荡水抽出去 只留下了炉水 然后把炉水取出来 才能够煮盐 由于年久失修 剩二十亿公尺的盐井已经被炉水淹没 因盐得利 曾造就路凳的繁荣 然而随着技术提升 盐不再稀缺 当年家家户户煮盐的场景已不复见 村林仅剩三五故人家抽炉水 照台煮盐 一大锅两百公斤的卤水 能熬出三十公斤的盐 除去柴火烧制的成本 一个月下来 约有台币两万元的进账 因此在当地 仍保留用天然盐 来腌制磨的火腿 路凳火腿被广为熟知 美味的关键 除了自产的盐 也与当地湿润的气候有关 二十五公斤的火腿 腌上一年之后 只剩下约十五公斤 一刀切开 红白相间 香味扑鼻而来 你做火腿 反正你要垫两年的时间 等于说一八年的火腿 现在还没开始卖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 还就是靠这个 煮盐 卖盐 来基本维持生活 通过火腿 外地人认识了诺顿镇 这里四面环山 村子最低海拔在一千九百公尺 神秘的古村落 保留着大量的明清实际建筑 2013年诺顿村 被列为大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少村民开启客栈 吸引游客前来 感觉就是在洛顿不仅仅有吃的 我觉得洛顿更重要的是有很深的文化抵御 我觉得还会来的 非常不错 听一些当地上的年龄人聊聊正面的故事 正面的历史 所以说就是很喜欢正面 一路纪录片揭开了古镇的神秘面纱 让外界得以窥探流传青年的好滋味 所以从何而来 敏尝一回更值得回味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我们下期再见